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台我体验下来个人非常喜欢的合资品牌的纯电SUV 就是我身边这一台QIA EV5 这台车在今年2月4号上市 上市价为18.48到22.58万元 它的续航能达到720公里 也是这个18万级别里唯一一台续航超过700公里的纯电SUV 首先我第一眼看到这台车的时候我就觉得它的辨识度好高啊 这个冰川哑光绿的车身颜色我真的很喜欢 再来看看它的一个侧面啊 这个侧面采用了比较粗的镀铬饰条 加上这个19英寸的空力轮毂 整体就是一种帅重又带有科技感的感觉 整台车的储物空间很丰富 你看这个前备箱的容积达到了67升 后备箱的容积是513升 而且支持全屏放倒 放倒之后呢纵身可以达到2米 像我们放一些比较长的物件 像自行车啊等等都可以完全放进去 除了外观个性时尚之外啊 我觉得这是一台非常非常适合家用的车 我用了两个非常 为什么呢 因为它真的很细心贴心 就像一个暖男 好了我们现在上车看 走 昨天这台起压EV5的车内啊 还是肉眼可见的 有一定的精致感 一体式的三连屏 12.3寸的液晶意表 加上5寸的空调调节 以及12.3寸的中控屏 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 它除了有三连屏之外 还保留了一定的物理按键 你看中间这个地图 以及media还有这个音量键等等就是保留了我们惯有的这种习惯 你看这个副驾上有这么一个小挂钩 像我平时买咖啡的时候就很苦恼 放在副驾上呢轻轻一刹车就容易往前倒 挂在这个挂钩上面就非常的方便 再往下呢两个快冲口 中间整个中控台这样的设计呢会显得比较空旷 你看这边可以除下面还可以放东西 但是有个设计上的细节啊我个人就不太理解 你看这中央扶手它是可以掰起来的 我就不知道这样的设计的好处在哪里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那如果你能理解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帮我解答一下 整个座舱采用的是母婴级的环保材料 你看这个座椅它不仅材料环保 而且它是零重力的座椅很舒服 它还带有通风加热按摩的功能 以及腿托和带记忆的功能 它的前后排的座椅头阵呢都是可以调节的 它的车机呢采用的是最新一代的CCNC智能互联系统 里面有百度地图和百度语音功能 支持百度的CarLife和苹果的CarPlay 你叫小度小度呢就可以唤醒车机 因为我个人平时也是习惯用百度地图 而且家里用的也是小度音响 所以这样的设置对我个人来说真的非常方便 在其他配置上还有11.3英寸的抬头显示 UWB数字钥匙 而且它是同级别唯一拥有V2L车内外两项对外供电功能的车型 做到这台骑亚E5的后排啊 就更能感受到这台车的细心和贴心 首先它4米61左右的一个车长 它的轴距却做到了2米75 你看这个宽敞度 而且采用的这种全景天窗 让视觉上看起来更加的宽敞明亮 在细节上呢一一听我说 首先就是这个头枕啊 你看它这种设计就是一个挂钩的状态 挂东西都非常的方便 然后在这个座椅的板上呢有两个充电口 一个是正正的后边 但是副架的充电口呢却在左侧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打开的小桌板 非常方便 小朋友坐在后面看动画片啊什么的 再往下呢这还有一个小冰箱 打开一看里面可以放几瓶水啊饮料啊 我们夏天喝凉的冬天喝暖的是不是很贴心 说完这台车的静态优势下我来分享一下 它的一个驾驶感受 首先我一开上这台车就能感受到 它是一台合资纯电SUV 就有一种很扎实稳重的感觉 这台奇亚EV5它是可以选装EAWD双电机四驱包的 选装后呢它的电机总功率可以达到前面160千瓦 后面73千瓦一共233千瓦的一个动力 一听就知道动力很强啊 并且还具备50比50的前后轴和比 就平衡感也很好啊 那它的四驱体验呢在操控性以及行驶稳定性 还有像我们过的湿滑路面泥泥路面等等 它的通过性肯定是要比两驱版的要好很多 另外就是它还有一个雪地模式 这对于下水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就非常的实用了 在充电方面这台720公里续航的快充呢 它从30%充到80%仅仅需要27分钟 也就是说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台车就可以充到50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 但是前提是你得剩200公里的时候就要去充电了 安全辅助是这台车的一大亮点 也是我觉得很适合家用的原因 它搭载的是L2加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这里呢我讲几个我觉得比较有用的点 首先在最新的车型720长续航版本上 这个前方防碰撞辅助系统呢它有所升级 除了之前可以识别过往的行人啊车辆啊电动车等等之外呢 还增加了交叉车辆超车等等一共9个功能 它不仅能够主动刹停还可以回避转让 这个确实领先于我们传统认知的AEB了 极大的增强了我们的安全感 其次就是第二代高速公路驾驶辅助 一拨感就可以自动变道在高速上就实现半自动驾驶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比如说像保持车距 车道居中行驶以及调整横向位置等等 第三个就是停车之后还有安全下车辅助功能 杜绝开门杀比如说我们停车之后 如果飞速的出现一辆电动车啊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危险 这个可以绝大程度帮我们去避免这个情况 其他的话还有疲劳驾驶提醒 后排乘客遗忘提醒 第二代遥控智能泊车辅助等等功能 真的是很细致很丰富 这台车还全系标配五级可调智能动能回收系统 也就是可以根据我们的驾驶习惯来调节这个动能回收 使用这个单踏板也可以进行加减速 总的来说今天试驾到这台奇亚EV5是有给到我惊喜的 这种惊喜感不仅仅是来自于18.48万就能拥有一台 续航720公里的SUV 而且主要是它方方面面都做得很细心周到 比如说像智能科技配置安全配置等等都很全面 这两年呢自主品牌在新能源领域可以说是大杀四方 但今天试驾奇亚的纯电车型 我是能感觉到奇亚它要坚定的进行电动化转型 以及它深耕中国市场的这么一个决心 那我们一起期待它今年的一个市场销量吧 好了我们下期见拜拜